Hello 大家好,今次我們跟大家玩勝女戰棋 這遊戲由獨立團隊製作,其實一年前在 Steam 上升了 現在就在 PS4 和 Switch 上推出 因為其實非常划算,100元左右,在 Steam 其實是89元 再加上有幾千好評,所以這次就試一下介紹 我自己都蠻喜歡這遊戲的故事背景 因為是以這個法國大革命作為題材 就是SLG戰棋玩法 馬上入遊戲玩給大家看看 入遊戲的時候就有三個模式可以讓大家選擇 軍官模式就是Normal的難度 將軍模式是黑難度 真的蠻難,因為每關只可以減少一次 看看大家會不會想挑戰一下自己 不過如果想輕鬆一點的話,劇情模式就最簡單 我們試玩這個軍官模式 我們就玩其中一關給大家看 第一張,討論的炮星 這個遊戲的主角 波麗娜 其實她就是拿破崙的妹妹 剛剛被調任到討論這裡 拿破崙其實也是在這裡打仗 好,看來第一關可以玩 好,看來第一關可以玩 跟大家試試戰棋玩法 拿克雷爾就是奉命接拿破崙的妹妹 其實是隔了一道牆 在旁邊 波麗娜其實在旁邊躲起來 不過就被人搭了一個袋子出來 這麼大聲 出現兩個黃色格子 應該走過去就可以完成任務 還有兵種雙刻 輕騎兵可以刻著輕步兵 左邊有地形屬性提示 現在應該是上路需要戰爭 下路波麗娜就不用打 這個只有一支扇堂槍 下方都看到兵種優勢和兵種劣勢 我們比較有利 再加上是預計到扣血量 我們扣少少,人家扣一半 來吧 都被他扣了五格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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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上會有些道具可以撿到 破損的軍武 好,打仗一定有人犧牲 到敵人行動 不怕死 因為他打我們 我們都會打死他 搞定一件 這遊戲是有士氣 打贏人就會提升 敵人踩著水塘的地形 會降低閃避率 以及走的步數要多些 就是這些,水塘 我把他撞到一邊 接一下妹妹 把妹妹拋掉 看來要補一補血 一邊 這裡都有東西去收取 原來是冤尾花 還有屍體在雅力 看來妹妹雖然作為軍人,但不是很冷血那種 她打完我們只剩下很少血 打不死她 我們提升到士氣可以用這個英勇攻擊 拿到最後一個地上的道具,是軍旗,燒毀了 妹妹是喜歡到處撿垃圾,難用用軍旗都拿去創婦 想好了嗎?再不行動我可等不及了 移動一下再吃一些道具 現在多了一個英勇攻擊,但我們要先吃麵包 幸好我們撿了一塊麵包,他們就打過來了 上吧,拿下他們 她剩下12血,待會我們用英勇攻擊,應該都可以攻擊她 不搞笑,現在才出道具的教學,其實我已經攻擊了 先打他 增加攻擊力,英勇攻擊 預判都可以攻擊她 已經攻擊她 戰鬥吧,諸位 今天的勝利 會成為美好明天的基石 搞定了,走在一起就可以完成這一關 我們等這位帥哥 接妹妹去找哥哥拿破崙 對著妹妹厚花花 初次見面採取公仔,黑雷耳 出街又打到對面 一開始就習慣了,這個人很可憐 總算去到桃倫的營地 有4小時又要作戰 拿破崙 拿破崙 就是相傳很矮的,所以有個畫作,大家記得嗎 他是要騎著馬,令自己高一點 那隻馬還要提起雙腳,所以高得很誇張 也很英勇 剛才這個帥哥幸好沒有死 不過都很重傷 拿破崙自發軍人,感覺上有點冷血 看出妹妹的性格和哥哥有些不同 看出妹妹的性格和哥哥有些不同 今晚就要在桃倫發動反擊 就要趕走英國人 拿破崙自發生事件 就能夠想到他 上一關他沒有攻擊過,未來就可以看他表演 當然了,因為主角當然要上場 第二張討論的聖女 這次的版圖還要下雨,我們要攻打上去 在歷史上拿破崙真的有攻打過討論 如果大家真的很喜歡或者很熟讀歷史,大家都應該很清楚 在羅斯這套軍服,我覺得是精心設計來妖敵 知道英國人喜歡這件事 對,不知道歷史上有沒有記載,因為他們流出鼻血而失敗 他就是少有的貴族還留在革命派 我們的炮火還可以支撐三四彎 另外一位軍人,於貝爾 好像不太喜歡貴族 他是負責督戰的副官 原來剛好跟了幾個好伴侶 所以他不斷升職,可能就沒什麼好處 沒有什麼彈藥,就是要搏一搏衝上去的時候 前線可以控制有三個人,但對面有一堆人 於貝爾就還會幫我們發炮在後方 沒有問題,看我的吧 好的 狠狠地打 他一打就打走四件 天羽關係閃避會降低,是敵我雙方都會有影響 頭頂COM這個字就是NPC幫忙,我們控制不到 也盡量不要讓他殺敵,我們去清場就可以拿經驗值 馬上試一試拿破崙 滑糖槍,一彎可以打死他 他可以打兩次 我們看看南海倫的資料 在速度這裡超過敵人3點或以上就可以攻擊兩次 他的技能就有征服者,回合開始時自身和兩格內的友軍 攻擊防禦都會加2,移動還會加1 消滅敵軍回復生命值20% 拿破崙歷史上這麼好打,在遊戲中都很厲害 接著我們用一用螺絲 他的炮彈是有2-4的射程範圍 好可憐,對面打不到我們,屈住他 到妹妹了 他還有2招 用最普通的招劃糖槍 先用最普通的招劃糖槍 其實都很容易玩,因為這一彎 我們後方不斷用炮彈幫我們支援 又打三件 又有哥哥頂住 我們打好他,其實可以回血 又打兩次 好可憐,拿破崙 好,差不多到尾聲 打到最後 用螺絲挖他,因為他打不到我們 之後我們就可以用玻璃娜 因為他有一招 都是可以打兩格 又是打拿破崙 這個對面的敵人比較厲害 這次我們做不到二次攻擊就沒辦法 拿破崙再打最後一擊 臨完場我們看看妹妹玻璃娜 有鼓舞的能力 每場戰役只可以用一次 鼓舞完攻擊力就加2,維持3彎 有兩把槍,試驗型滑糖槍就可以打遠一點的敵人 1-2射程 不過就較難追擊,判斷速度減2 滑糖槍其實是正常的武器 射程得1 兩兄妹的兵總是步槍兵 螺絲的兵總是炮兵,所以他這一招炮彈射程可以去到2-4那麼遠 技能方面地形掌握,在平地速度會加2,非平地防禦護甲加2 自身有一個移動技能可以移動加1 走下來就完成了 2位女軍官在互相稱讚,大家喜歡哪一個,阿俊一定喜歡螺絲 我想很多觀眾都會喜歡他 我們還要追擊 這場仗我們就趕走英國的士兵離開這個討論 有意思 因為都是初期的戰役,所以其實是容易玩的,但都感受到歷史戰爭的氣氛 除了打仗之外,我們還需要跟不同的派系打交道 這次我們就要去皇室的宴會 我想換衣服比較好 哼 可以欣賞一下玻璃娜穿晚服會是怎樣 感覺上剛才那個軍服比較好 我也覺得是 不要緊,我們這個主角應該還有進步空間,年紀這麼小 給他一點時間 這遊戲除了戰棋玩法之外 其實我們去到不同的派系都有一些選項 我們就可以選擇在不同的派系提升升望 現在就看看我們在皇室有什麼特別的劇情 你先給瑪莉,他厲害很多 畢竟是皇后,我們是不可以跟他爭,由得他厲害 忍一時風平浪靜 在這裡的聖女,他們就形容是女巫 但畢竟我們作為女軍官,在戰場上都很有幫助 好,這個選項就會決定我們跟皇室的關係 當然要先感謝一下 看我們多客氣 雖然我們在戰場立下戰功 都是軍校教得好 那就升了50點 之後我們都會繼續看到路易十六國王 至於他的下場在歷史上都有說 是被人送上斷頭台 不知道遊戲故事會怎樣,那就留下大家自己玩的時候看 始終遊戲就很划算,100元左右 我們自己就玩Switch平台 其實還有PS4和Steam 看看大家喜歡玩哪一種 好了,聖女戰旗這隻大壽好評的遊戲我們先玩到這裡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按讚和分享給朋友一起看支持我們 多謝各位收看,謝謝,拜拜 訂閱,按讚和分享給朋友,按讚,按讚和分享給朋友 發行賞,按讚和分享給朋友